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到最后我英文一起度 很久很久没有做粉射几段片了 这篇也没有说多色 它就是比较浪漫一点点 那也很棒 我的标题说的是 后腰凹陷下去的部分英文怎么说 你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就我们的背往下走 跟屁股接在交合的 结合的汇流的地方 那边是凹陷下去的 那个东西英文是有名字的 我不知道我们中文叫什么 似乎就叫后腰 那我们也不会强调它有凹陷下去 可是我们知道那是凹陷下去的 所以这个英文就叫做 我这边有个图 你看一下也好 就这个地方了 简单的说凹陷下去的 好 那个东西我们就直接把它破题讲掉吧 那个东西叫做 the small of your back back就是你的背 那你的背小 什么叫小的地方 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翻译它 但总是它的 the small of somebody's back or the small of the back 都可以 看你在怎么去讲它 那它的英文翻译就是 不是翻译就是英文 解释就是 the lower part of the back where it curves 所以你的back的比较低的部分 在那边它有弯折 curve OK 有弧度 好 所以这样就懂了 the small of your back OK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粉色集短片 它的标题叫做 save in my arms 那in my arms的意思就是在我的怀抱里 在我的臂弯里 还是背弯 中文讲不好 无所谓 我们就先把它读一次过去 然后我们来看看 有些什么可以学的 the moment was a long time coming you patiently waited there for me dressed only with a smile I felt it the storm within your behind the storm within you behind those eyes my hand found your forearm I watched you exhale as my hand slid down to your hand fingers interlacing pulling you into my embrace I share my reassuring warmth as your soft breasts pressed against my starched shirt kissing your forehead I felt your heart race against my chest my hands find the supple skin of your back stroking you softly at the small of your back I softly whisper you're safe 就结束了 OK 没有太多什么情色 就结束了 相当浪漫的一种 一个画面 勾置出来 来吧 我们就先重头再看一次 the moment was a long time a long time coming 所以 something is a long time coming or something ha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有时候讲成完成式 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啊 已经等好久了 好 也就这样子 if something ha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所以这a long time 这边这a是OK的 那这个time 时间 那是 反正就是 等于算是可组的一个名词 its a long time coming 那 我们就等这东西等很久了 大概就这样子翻译 所以啊 这个moment已经等好久了 you patiently waited there for me dressed only with a smile 这句话我觉得是 我们今天讲文法的重点 跟我一起去理解它一下 说你呢 很有耐心的等在那里 you patiently waited there for me 到这里你大家都还看得懂 你很有耐心的在那里等着我 you patiently waited there for me 后面的dressed only with a smile 这在干什么 好 主词是you 当然没问题 动词很明显看得出来就等 你在那里等我 当然动词是等嘛 那等谁呢 for me 这也没问题 接系是片语 对不对 甚至还有个地方副词 在那等着there 还有一个副词是有耐心的 pationly 休止 waited 好 我们把这边都分析的非常清楚 你很有耐心的在那等着 等着我 那后面加的这个dressed 我们都知道动词加了ing或变pp就变成形容词 ing是主动的 pp是被动的 所以这不是动词 因为这句话动词已经被处理掉了 动词就是等待 你不可以再有第二个动词 除非有连接词 这就是文法的基本概念 所以这里的dressed 它一定是形容词 那他dressed only还加了only with a smile 也就是说 在他跟他这两个人之间 有一个人是只有带着微笑 其他什么衣服都没有的 简单说就裸体着 所以这句话透露出了其中一个人是裸体的 因为dressed就是穿着 可是穿着什么 only with a smile 只有穿着微笑而已 那眼下之意就裸体嘛 那是谁啊 是谁啊 是你等着我 然后裸体等着 还是我 裸体迎接你呢 所以这里我们讲到一个概念就是 所以我现在我要说的就是 到底这个dressed穿着修饰谁 修饰是前面那个me 还是修饰是主持我呢 好我们这里讲两个 就五大句型中的两大句型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 英文所有的英文都用五大句型来做拆解 虽然说我并不能真的说是所有句型 因为有时候导撞句是塞不进五大句型里的 但那个是例外可能就不管了 另外不管的话 真的几乎所有的英文句子 我可以说大概90%以上 95%以上 你都可以用五大句型把它拆解开 那其中两大就是这里荧幕上你看得到的 我读给你听的话就是主持动词 主持动词完之后要不要加受词随便你 OK 然后接下来加了下一个概念 就是主持补语或者受词补语 那你看到这两个结构 主持动词可能加受词 然后再加主持补语 然后主持动词可能加受词 再加受词补语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判断 后面这一串东西是主持补语 还是受词补语呢 答案是你不知道 Yeah you don't know 你要把句子读了之后用判断的 OK用判断的 我举几个例子给同学看 让你知道就是只能用判断的 因为你不用判断 你真的猜不出来 那我举个第一个例子 I'm waiting for you 刚刚的很像对不对 谁在等谁 所以我在等你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restaurant 站在餐厅前 谁站在餐厅前 我在等你 你应该会猜得出来是我吧 所以这句话就是主持动词 加完受词之后 或者应该说 这个也不是说真的是受词 是接系词后的受词 总之我在等你 I'm waiting for you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restaurant Who is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restaurant Me 我在等你 再换一句 所以刚刚这句是主持补语 所以主持动词受词 接系词受词之后 主持补语 下一个 我吃了这个蛋糕 那这个蛋糕是留在桌上的 I ate the cake left on the table What's left on the table? The cake not me Right? 那那个蛋糕 我们能不能够 如果说不要讲是留在桌上 那个蛋糕就坐在那儿 就被割在桌子上 能不能用sit这个动词来修饰蛋糕 其实是OK的 I ate the cake sitting on the table 你有没有可能误以为是我坐在桌子上 绝对有可能 因为我的确像如果今天有点问题的话 我坐在桌子上把蛋糕吃了 难道说真的有这么离谱到不可理解吗 不是吗 只是从常理的判断 应该你吃的是放在桌上的蛋糕 I ate the cake sitting on the table 应该是会被理解是受词不语的 好 所以能够听懂这个概念 就是说有时候你看到后面接了一个形容词 你不太知道修饰谁的时候 Use your judgment 因为事实上两个都是有可能的 我都可以想象这句话可以被一些喜剧演员当笑话来讲 然后你以为坐在 你以为是蛋糕放在桌上 结果没想到他用下一句话来替他扭转一下 然后你才发现到 原来你是坐在桌上吃蛋糕 然后你可能就笑了 我自己没有办法把这个笑话编好 可是我大概可以想象 Some comedians might be able to make magic with this particular sentence structure 好 回来这里 再把刚刚的句读一次给你看 给你听 You patiently waited there for me dressed only with a smile So who is dressed only with a smile? You OK 所以你在等 你只有穿戴着一个微笑 表示你是裸体的 I felt it 我感受到了 Felt what? the storm within you behind those eyes 所以在你身体里面的那个暴风 the storm 暴风雨 这个东西是在你的眼睛后面的 所以我看到你 但是我却看到你眼睛后面的 也就是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狂风暴雨 So I felt it the storm within you behind those eyes behind your eyes 然后我的手呢 就是牵到你的 碰到你的手臂 My hand found your forearm Forearm就是牵臂这样子 OK Forearm 那你说上面的呢 Upper arm So I watched you exhale as my hand slid down to your hand Fingers interlacing So我看着你 Exhale 所以这是一个 那个感官动词的用法 后面可以接原型动词 我看着你 I watched you Exhale就是吐气 就当我的手往下滑 滑到你的手 我的手本来在你的Forearm 那往下滑去牵着你的手 slid down就往下滑 它是slide的过去式 变成slid slid down to your hand 那我们的手呢 就交织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食指交扣 我们叫它interlace So your fingers interlace 如果交扣还锁在一起 就这样子锁起来的话 interlock 这样子 OK So interlock interlace都可以 Fingers interlacing 那我把你的手牵起来 还食指交扣之后 我就可以把你 往我这边拉了吗 Pulling you into my embrace Embrace就是拥抱 所以把你拉过来拥抱着 I share my reassuring warmth as your soft breasts pressed against my starched shirt 这句话 好多字可以说 所以我跟你分享了 所以把你拉过来抱 我就跟你分享了我的温暖 而这个温暖 是令人安心的温暖 所以warmth这个字 名词前面加了一个字 叫做reassuring reassure这个字呢 我们拿来跟assure这个字 做一点比较 assure就担保 加一个re在前面 难道就是重复担保吗 它的翻译有放心 安慰的味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我们看一下英文 怎么去做一下 这两个字的做比较 所以reassure 我读给你听 reassure就是 inspire another person with confidence that something is about to come to pass 所以我用一个很高的信心 来让你知道 这个东西快要过了 something is about to come to pass 那assure呢 就只是guarantee OK something will come to pass 我跟你保证 什么事会发生 而另外一个是 很快这个东西就要过去了 所以请你放心 另外一个说法 if you assure somebody of something or that something is so you make them sure of its truth or certainty 所以你如果assure一件 一个人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跟他确保 担保什么事 if you reassure somebody you make them less nervous or worried 所以你要是reassure一个人的话 就是让他比较不紧张 less nervous 比较不担心 less worried 所以reassure 的确有放心宽慰之类的意思 OK reassure 所以我请你放心 let me reassure you 拜托让我来让你安心 什么什么事一定会怎样 那assure则是担保 什么事会发生 我们讲过另外一个文法 assure一定是加人当受词 insure才是加事情或子具当受词 所以另外一个做比较的是insure 所以我刚口头上说了一下 assure跟insure的分别 assure的受词是人 insure的受词是事情 或者止据 好OK 这个用讲的就好了 应该没关系 所以把你拉过来抱 我就share我的令人放心的温暖 reassuring warmth 当你的软软的胸部贴着我的身上的这个什么东西 那等一下现在要讲下去 so as your soft breasts 软软的胸部贴紧着我 pressed against 压着对着我压 压什么东西呢 压我的starched shirt 所以starch这个字 讲一下下 可能生活中你可能没那么常看到 但是我觉得应该算是常看到的一个字 starch其实就是淀粉 尤其讲那种鼠粉之类的 鼠就是那个玉鼠鼠的鼠 所以或者讲说玉鼠OK 所以starch 淀粉 但是在洗衣服的这个概念里面 starch是僵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要是你对洗衣服毫无概念的话 有时候那个衣服的衣料 会让人家觉得什么好硬 像例如说我们穿那个 那种外国的男生穿的那种燕尾服 就是最正式的男生的西服 我们叫做tuxedo 燕尾服 tuxedo那个摸起来的材质 或者不一定讲材质 就是他那个摸起来的触感就很硬 所以穿在身上非常的挺 那主要就是因为他有用这种处理过 用僵的方式 所以僵衣服就把它弄得非常的硬这样子 所以starch 所以他这里讲starched shirt 就是他经过僵过的衣服 所以男生还穿着衣服 所以你从这里你可以再confirm 刚前面讲的东西 男生是有穿衣服的 或许 again 我又不小心把它讲成一个 就是这一男一女的概念 我很容易陷入这个gender binary的陷阱里 说不定这是两个女生也不一定 说不定两个男生也不一定 或者是男生女生随便选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 也不要讲随便选一个 总之说不定两个都变性人 好你知道有时候卡着这个 这东西里面会出不来 就我们不能assume这两个是任何性别 这样讲好了 所以总之这个写故事的人是有穿衣服的 那他刚刚在等他的那个人是没有穿衣服的 因为他只有dressed with only a smile 还记得吗 好所以他的starched shirt搞定 亲着你的额头 kissing your forehead i felt your heart raise against my chest 我感受到你的心 就在我的胸口上跳得很快 所以心跳跳得很快 用raise这个字 也就是竞赛 是ok的 my hands find the supple skin of your back 我的手呢 找到了你的背后的那个 很supple的skin 所以supple是什么意思 有flexible 有gentle之类的 总共就柔软的 所以摸到你柔软的 然后背后的皮肤 stroking you softly stroke的意思就是抚摸 其实stroke ok stroke 所以抚摸着你的 softly at the small of your back 出现了 所以摸着你的后面的后腰 凹下去的地方 so stroking you softly at the small of your back 我就很轻的在你耳边 呃 喃喃着 i softly whisper whisper就小小声讲话 you are safe 你是安全的 好我抱着你 你是安全的 所以这整个 好就会让人家感觉到一个 很romantic的一个 铺层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不管了 ok 好我们再把它读完一次给你听 好 so the moment was a long time coming you patiently waited there for me dressed only with a smile i felt it the storm within you behind those eyes my hand found your forearm i watched you exhale as my hand slip down to your hand fingers interlacing pulling you into my embrace i share my reassuring warmth as your soft breasts pressed against my starched shirt kissing your forehead i felt your heart raise against my chest my hands find the supple skin of your back stroking you softly at the small of your back i softly whisper you are safe 好搞定 ok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重点大概是我们刚刚讲的 主持动词后面接 主持不语还是受持不语 不一定 要你去判断 我是Paul 我们下周见